德国是欧洲心脏部位的教育重地 各种不同专业方向的高等院校 身体力行着自由科研和教学 因为教育不分国界 尼拉斯摩计划在30年的发展历程里 也成为欧盟最为成功的教育项目 对于年轻人来说 能够到国外留学 并且在这样一个最为开放 最能够积累经验的年龄去学习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他们还能够锻炼自己 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互相展开对话 目前全欧洲已经有累计超过 400万年轻人参与了这一项目 而参与国也早已不再局限于欧盟的范围 这些年轻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 他们在校园里相依相识 有时还会朝夕相处 我是卡萨里奥 22岁来自意大利纳乌洛斯 我叫罗伯特来自芬兰 过去三年里在赫尔辛基生活 我是希拉斯 我来自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我在柏林读建筑学 我们一般早上八点上课 我会在六点半起来 洗个澡然后吃早饭 我是九月份来到柏林的 所以我在这儿有七个月了 我在这儿读电器工程 我以前从来没有学过德语 现在我都快毕业了 我们常常一起做饭 所以下午五六点钟之后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 今天吃什么 你要做意大利面吗 现在的我和过去相比 更加懂得尊重他人 对别人更有耐心了 当你孤身来到一座陌生城市 你必须要做一些 在家乡不会做的事 对于我来说 这个世界变小了 德国有350家高校 参加了伊拉斯摩计划 和所有参与国家一样 伊拉斯摩交换生 都无需交纳学费 此外 每个学生还有权获得交通补助 伊拉斯摩计划 是一个多层次的教育资助计划 但也是了解欧洲 乃至世界的一扇窗户 伊拉斯摩为我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 不仅能在学术上和职业上提高自己 而且也能帮助我塑造人格 人员 让人们赶紧 may 订質 我们 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